我是吉普賽女郎 我來告訴你 接下來的致富密碼是 0050跟MSCI 真的假的 有那麼準嗎 欸 福利社獨家 0050就是換這些股 哪些股 您一定要看 還有 是真的喔 最陰險的FED官員 居然支持降息了 那台灣股市不是要上萬八了嗎 還有 超車趕股 台股將強到美朋友 歡迎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年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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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大家好 我是吉普賽女王Coco 我是哲哲郭忠 嘿 來看一下 獨家 0050就換這些股 哪些 真的嗎 對耶 哎呦 MSCI 100% 必展定律 是真的 最陰險的FED官員 居然支持降息了 那不是要噴的嗎 股市不是要噴的嗎 還有超車港股 台股將強到美朋友 好強好強喔 好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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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英文的我已經快文法萬計了 不是重點重點今天要吃什麼 今天是天好運港式料理 因為我們超車港股囉 幫台股天好運天好運天好運 港股所以很多資金都來台灣啊 對啊 是不是我覺得真的不錯 來我們吃一下 你看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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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贏那個 小時候很多人的夢想是去香港工作 你知道我們以前同學很多人夢想去香港工作 因為那時候 香港清純一進去了 你做得好 兩三百萬很正常 只是租金比較貴 嗯 可是就是可以省 就是你可以租比較便宜的 然後盡量少消費 可以存不少錢 嗯 可是這樣 成啟何時喔 外資的淘金夢喔 應該說去外山淘金夢 有點夢睡了 我現在感覺台股的淘金夢比較實在 嗯 以前都是國外約欄比較遠 對 等一下我想問那個剛好 那個燕麗姐 嗯 因為其實以前的商人就講那個什麼 東協啊 或者是說那個 那個BRIC BRIC那叫什麼 金磚五 金磚四國 金磚四國 燕麗姐我們記得 那時候很流行國外的ETF 對啊 現在就 就好像台灣的約欄比較遠了 對不對 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應該是說 台股處處是黃金啦 嗯 那剛剛哲哲有說到就是呢 小時候 我們 很多朋友就是想要去香港工作 對 那事實上我這個年代也是 就是我們很多人會覺得去香港工作 可以賺比較多 嗯 但其實這跟政治議題有點關係 自從反送中之後 其實大量的資金就已經從香港外逃了 對 那我在我自己的節目裡頭 大概一年半之前就已經大膽預言 台股會超車港股 而且會呈現黃金交叉 哇 哇 保險部署 對 沒有沒有 客氣啦 平台不一樣 那不一樣 所以我這樣講 超車了超車了 真的超車了 我們請教三位的專業分析師 好不好 第一位 重量級的分析師 超級重量級的 每次都先偷吃的 郁港分析師你好 好 好 但是外你今天對港式飲茶 你覺得還好 不會我蠻喜歡吃港式飲茶 可是其實除了剛剛講到的 港式飲茶跟這個港股之外 我個人也感覺說港片一年不如一年 現在的港片完全沒有以往的那個味道 對啊 以前港片比較好笑 對 以前港片真的是好看 對啊 現在這個港片我都快笑不出來 那港式飲茶我是覺得還可以 而且最近我身邊也蠻多這個 你到底笑不出來嗎 因為每次看的是古田的 對啊 郭富城都是這些人 那你知道怎麼看古田的笑不出來嗎 因為古田的自己也笑不出來 肉圖桿劑茶太多了 這麼好笑的 這麼好笑的 所以我是心有欺欺欺欺 那港式飲茶坦白講 台灣的港式飲茶就非常好吃 不見得要去到香港 對啊 好欸 台灣現在不只港式飲茶還不錯 台灣其實現在很多 譬如說那個 那個火鍋也很好吃 火鍋也很好吃 有 那個黑毛烏鷹老師 聽說玉凱老師啊 今天為了節目上下比較好看 吃肥一點 原潤了 吃肥的吃肥 那個不要打錯字 好不好 是吃胖的意思 沒有就是那個 是那個吃肥 沒有啦開玩笑的啦 黑毛烏真的好吃 推薦大家 老師的line來 小鼠WIN16888 然後第二位 專業的分析師 從綜合精神武 變成大直精神武 永遠的三鐵鐵男 是 這個 陳雞婷老師你好 我差點以為你講不出口 忘記我的名字 因為沒有牌子 欸永遠是要牌子 啊 永遠是要牌子 牌子不然左上角 難道我在你心中沒有一點地位嗎 幸好你這三個我很熟 欸永遠有牌子不然我很尷尬欸 好啦那 今天吃那個港式飲茶 就天好運嘛 每次吃天好運 我都會想到那個 因為就像剛剛玉凱老師講的就是 港片嘛 你們大俠愛吃漢堡堡 純正牛肉吃到飽 香港市民千口福 吃過就是乖寶寶 洗泡泡 你吃泡泡嗎 我看錯 吃過都是洗泡泡 對嘛有嘛 有洗泡泡 那是天蠶的版本 天蠶的版本就對了 對啊 他每個版本不同 有版本 所以你看那 佛也發佛 對 以前香港電影是多麼的熱門啊 現在 我們哪有看到幾部香港電影啊 香港電影早就已經沒落消失 好像都去中國拍了嘛 所以那味道都不一樣了 所以現在最夯是在哪裡 就是在台灣啊 我記得 我太太啊 年輕的時候去Converse工作 她在台灣工作 Converse 鞋店啦 那家鞋店 她主要工作 她會跟那個香港的那邊去做聯絡 那她發現在香港那邊 跟她做一樣的事情的人 薪資是她三倍 啊 分分不平 2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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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點要拋棄你去 去找個趕宅了 現在就不一樣了 現在沒有 現在他們那邊就沒那麼好啊 對啊 他們那邊要找工作都難了 台灣還相對比較好 所以台灣真的是一個好地方 是啊 差點薪水三倍 找個趕宅男朋友 對啊 他可以看人家還是跟金娘在一起 幸好現在薪水贏人家三倍 黃金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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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的Line 小小鼠GT1788 第三位也是重量幾 可是體重完全不重量 完全不是 那個點閱率動輒都幾十萬的 來來來來 好來 盧燕麗老師 你好 老師你好 欸老師生日快樂 謝謝 也祝哲哲生日快樂 對 因為我都一輩子 忘記不了她的生日 因為她生日跟我同一天 同月同日 好 是嗎我老公也會說 哲哲哲生日人 你沒有傳簡訊給她 耶耶我傳 互傳互傳 好 大家好 老師好 明天還會跟我們講 那個ETF的秘密 好 誰要除息的ETF的秘密 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下個單元 來 財經大頭條 請凱哥 凱哥你好 你好 你好 吃完了 育凱老師那個 我也不會忘記你生日 因為差七天嘛 對 差七天 你好 最陰險的 我說生日啦 最陰險的FED官員 居然支持降息 台股強盜 沒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聯準會的官員呢 開口囉 明年鐵定降息 原本他說 他只是盡量不去提到生息 可是現在不一樣喔 現在講到降息這兩個字 好 動作不錯耶 動作不錯嘛 都天生動感啊 對不對 很快喔 腳踢你的膝蓋喔 我感覺到你的膝蓋越何 他膝蓋不行那麼胖 你膝蓋不太好吧 可是我們剛好比較年輕 所以膝蓋還承受得住 好 金子老師也可以操作歲數啊 他膝蓋就不好 金子老師比我大耶 一點點 就這一點點 你好像大我一輪這樣 身材露出來就覺得不會了 可是我跟你講 大家會覺得他比較年輕耶 真的還假的 Coco你覺得呢 因為比較瘦 瘦看起來比較年輕 是不是有意思嗎 我不知道你覺得誰比較年輕 他 總是開不了口 我看不出來 他不錯 他怎麼都不想得罪 沒有 因為今天他心中的第一名不在 他誰都一樣啊 都實之無畏 對啊 他今天都不知道 他今天都笑不出來啊 對啊 他笑的笑不出來 笑的就笑假的啊 就開懷了 開懷了 好 我們就不要理他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窩了 聽說他很陰啊 很陰啊 非常陰啊 有比你還陰嗎 比我還陰 陰勾比 我以前是有陰勾比 對啊 我以前跟劉德華一樣陰勾比啊 後來聽說跟人家打拳擊 鼻子歪掉了 對對 我以前是真的 對 對 整個被打歪了 沒辦法只好把那骨頭削掉 所以鼻子就短 本來我鼻子是到這 他本來不是 他本來不是 他鼻子本來這麼長 那是還拿個掃把 那是巫婆 這巫婆 巫公你好 言歸正傳 我們這個聯準會的理事 沃勒呢 我們看一下 兩次對話的落差在哪裡 好 針對通膨的看法呢 在11月7號大概三週之前 他說呢 價格可能不會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可是 欸 價格不會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說可能意思是說 通膨還會上去 還會再往上走 就是至少不會下滑啦 是 回不去了 親愛的我回不去了 對沒錯 可是呢在最近最新一次的談話 他就說呢 由於生產端的成長放緩 支持 你尊姦喔 先借一下喔 這個支持通膨放緩 不要強碰我會姦啦 強姦 好 支持通膨放緩的進展 但是呢仍然需要觀察 顯然的他的這個態度是有和緩一些 之前說價格不會下去會上去 對 現在說有可能會放緩 有可能會 完全不太一樣耶 聽說他很陰耶 也很陰啊 好 那真的升息的看法呢 他說 11月7號是講 如果升息導致經濟不穩定 聯準會還有其他工具 就說我不升息喔 我還有其他招喔 而且他的意思是說 我也不怕你升息經濟不穩定的 對 是不是 你升息不要怕 繼續升下去 我還有其他工具 我再來救世嘛 我就是要我不管你 我要玉石聚焚我也不怕 反正我就要升息升下去 對 可是這一次的談話他就講說 如果通膨已經開始下降了 聯準會沒有理由維持高利率 換句話說 這就是有可能去做降息的動作了 沒有理由維持高利率嘛 那很明顯啦 老師來看 10年期公債殖利率啊 好 很明顯最近破底了喔 是是是 台灣的那個美債20年ETF 還沒有漲上去的原因是 還沒有算新高 是因為有點揮對損失 不然TLT這些 其實美國公債殖利率都漲了 通通都在往下走 因為公債殖利率已經破底了 是 沒有錯 就長這樣 從最高的5.02到現在呢 4.3 其實你不要看這個好像只有 0.7個1% 算很多耶 公債殖利率來講 算多耶 對 這非常誇張的一個走勢 好我們來看一下右半邊 好 那今明兩天呢 還有幾個重要的這個數據 我們一次來看一下 首先呢 在這個禮拜三今天晚上的9點半鐘 會公佈美國第三季的GDP 之前前一次是5% 目前這次市場預期是4.9個百分點 然後再來呢 禮拜四的凌晨3點鐘 要公佈這個聯準會的和皮書 那到禮拜四同樣晚上的9點半鐘 那這比較重要吧 對這個比較重要 是 會第一個 失業驚人數 目前市場的預估還沒出來啦 但是上一次呢是20.9萬人 大概這個PCE就是比較偏向 個人消費的這個部分喔 前值3.4 目前市場預期呢 會再降0.3個百分點 來到3.1個百分點 那核心的PCE呢 就是扣除能源和實物 會有機會來到這個3.5個百分點 其實都是往下走這樣的趨勢 好多往下走喔 這下面沒有了嘛 對 我有一個重要是八卦 我最近看一看 有人在討論喔 因為上次這個公佈10月CPI 是 月增率是0啊 對 那我們都知道月增率如果再0下去呢 明年通膨就變0%了 是 因為每個月比如說 變單100到120 那個通膨是20% 可是你變單通之後固定是120元 通膨就變0了 價格就固定了 所以月增率0是蠻重要的 聽說下個月增率有可能變負的 變負的 CPI可能變2.9 老師那如果這些數據真的出來 股市應該會不會噴 股市一定會噴的啊 一定會噴的啊 這很重要 所以我們立社先跟大家講吧 老師也告訴我們答案 到時候真的2.9% 那個CPI真的月增率變負了 變負了 不得了 那不一樣的事件 第一次見2嘛 對 對不對 從這一波上去到8到9以後 第一次見2 第二次 第一次月增率會負的啊 是 負責就代表 窩了被打臉啊 對 老師我錢啊 換錢 價格不會回到疫情前水平 可是有下滑 是 對不對老師 所以你覺得齁 沒有錯 CPI在這樣大幅下滑會噴喔 我覺得是非常有機會噴的 謝老師會非常有機會嗎 非常有機會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台股跟港股的距離 這大概就是這兩天最熱 大概就是我們與餓的距離 我跟你的距離 我與餓的距離 我剛剛吃飽了 但是我很快又餓了 好好 這個意思 很快 很快 2是沒有距離的 好 好來看一下喔 港股呢其實 從我們講三年前啦 它的最高點歷史新高 3 484 對 2018年的1月喔 對啊 好我們看現在變多少 16 947啊 腰斬了 短短這個五個年頭就腰斬了 從市值的148兆變成只剩下76兆左右 變成你趕快走啦 你趕快走 你趕快走 很多像葉利姐講反送中以後很多人要走 對 老師這樣差很多 很多啊 市值也接近 點數今天還大跌喔 老師聽說 是 好那我們再來看台股囉 台股怎麼樣超車的呢 好 當時在2018年的這個最高點 11270點 大家想說上萬點已經不得了囉 現在咧 今天收盤價 17370 對不對 市值從40兆成長到61兆 成長了烏成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兩者之間的這個走勢變化 有沒有看到 從港股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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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 遙不可距耶 對 然後台股呢 遙不可側 是這樣 在現在這一刻 終於做了一個黃金交叉 那有沒有可能這個交叉 剎那成永遠 我覺得非常有機會 有機會喔 非常有機會 剛股都站不起來了啊 我覺得就是要再超越台股 有點難度了 好 原因呢我們列在右手邊 好 首先第一個 這有列原因喔 你真認真來 是是是好 第一個中國景氣不行了 那依照最新的統計呢 16到24歲 也就是現在新鮮人 青年的失業率來到21.3個百分點 是創新高的喔 表示現在呢 中國香港年輕一輩面臨結構性的失業 景氣真的不太好囉 那再來 香港僅是中國的一線城市 依照2020年香港國安法通過呢 美國因為要制裁中國嘛 所以呢 取消這個香港的特殊經貿待遇 那他就失去以前這個 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嘛 甚至可能過去的我們講 他是亞太金融中心的地位 可能都不保 那我獨立關稅差很多了 我幹嘛一定要在你這邊 對啊 這差很多啊 我不如去新加坡 我去深圳啊 也可以啊 或者上海啊 反正你就是跟著我一樣啊 上海我還比較方便耶 是 對 上海轉機也更方便 那當然外資投資的誘因就減少了嘛 那再來就是說呢 不只減少喔 投資香港的外資還落跑 根據統計呢 截至目前為止 外資連續六計匯出中國的這個獲利呢 總共有這個超過1600億美元 台幣就是五兆啦 部分資金呢有機會轉入到台股 這邊我講一個這個 我們有一位常來的來賓喔 古怪叫做謝承諺 他就跟我講說 其實像香港這些外僑學校 就專門給外國人念的這種學校啊 其實以前是都沒有 都進不去 以前都進不去喔 可是現在呢不一樣囉 現在是你要進去非常容易喔 對以前這樣拿外國護照喔 現在擠破頭喔 還要送紅包才進得去喔 現在都不用 現在你想進去就進得去 表示說外資真的已經是 很多都開始在做撤除了 很多外交學校 很多已經外交都離開了啦 對 沒有錯 老師我們來看下一個案例啦 好 重點是什麼 因為中國現在房地產很不景氣喔 是 之前呢這碧桂園嘛 恒大事件嘛 所以說呢 他們本來就是在金融業跟房地產的 這個比重是偏高的 佔比呢大概是55個百分點 這兩年因為這個房企違約的這個危機啊 導致港股的重挫 就零零種種的這個因素呢 再加上還有這個 一國兩制啊 坦白講這也是這個樣子啦 所以說 導致這個香港呢 一年不如一年喔 確實是如此 好 然後房地產看起來好像 還是有下跌疑慮喔 是 沒有錯的 因為香港房子喔 動輒每平三百萬三百萬很正常 對 我是不知道給誰住的 真的啦 我會覺得 因為我其實撇開它是在香港 如果它香港跟別人一樣的話 那你為什麼不去比較離面的嗎 去深圳那邊 深圳很多時候吵得無法無天 一跟它比 會覺得還是比你多 還是比你 美女呢 你有什麼問題呢 老師那你說那個 香港資金會撤回台股嗎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就看 外資如果有布局的股票 我們買就對了 我覺得是可以的 沒錯 對 但是你要留意 當然外資有時候 它消卷的標的比較大 所以你如果要期待 有那種很劇烈很興奮的這種漲幅不見得 等一下我們就會講到 慢慢漲有機會 慢慢漲 慢慢繼續看下去 老師 先看台股啦 今天要漲29點啦 而且這也是今天創新高 沒錯 今天一度大漲100點 是的 厲害了你出來了喔 不錯喔 我覺得這個台股呢 就是維持一個很健康良性的上漲格局 從這個地方嘛 跌破萬六之後 一路往上攻 但是這一段呢 我們講出身段 漲得又急又猛 那散戶應該是比較沒有機會參與到的 可是呢從這一波的回測到 其實我本來預計啦 它有機會回測到一萬千點 結果連一萬七千 一百點都沒有跌破 回測之後馬上再往上攻 今天已經先創新高 我覺得它現在 是有機會沿著這樣子的格局 一波一波往上去做墊高的 其實未來我認為 也許一萬八千點都還不是終點 對 這邊給大家一個比較樂觀的一個目標 哇 我覺得看得蠻好 燕麗姐的什麼看法呢 就是台股的多頭架構不變 我自己是滿守股票跟台股基金 台股就是讚 簡短又暴力的說法 對就是讚 一個講話就是這種貴婦 是 已經準備下午茶了 對吧 每天就是在休息過後 一點半過後 是 就是讚 滿守的 就是讚 沒有任何的閒置資金都 有啦 還是有錢買便當吃 來福利社吃 來福利社吃 可是基本上就是壓蠻多的就對了是不是 壓一定比例的就對了 嗯 就是買了自己蠻喜歡的股票啦 好 江老師再幫我建議一下 什麼股票好不好 好 那基金老師怎麼看這個行情 其實我們11月初的時候 就跟大家分享這些一個V轉 V轉的行情嘛 對不對 那時候我還有拿那個瑞士本票嘛 那時候就是要中壓啊 對不對 好那鑽長來講 問題是現在沒有人在看港片的 哈哈哈哈哈哈 這是港片 沒有人懂啦 港片陌落是不是 有沒有聽過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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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改進 你看憐憐姐都沒聽懂 憐憐姐都沒聽懂 憐憐哥跟你撇清楚關係 他年紀沒有那麼大 聽不懂你港片 賭神都沒看過 哦賭神的橋段 有有 瑞士本票 我瑞士本票 我這個瑞士本票價值兩億 我算三千萬 好不好 所以本票告訴你 就是要V轉就對了 好啦 V轉的話正常來講 我過去觀察很多很多的V轉圖形 V轉通常都會有兩波 現在才剛走完第一波而已 第一波漲了一千四百點 那正常說第二波不會比第一波來得多 那至少也會有八折 我們打八折來看的話 一千四百點 打八折也至少一千點 所以我覺得這一波漲上去 至少就會先到一萬八千一百點 這個目標價 所以我認為啊 現在就休息過後 還是會直接向上再次挑戰萬八 這次挑戰萬八 而且重點是什麼 散戶還沒進來 你現在融資餘額的部分 從十一月開始到現在 融資餘額我們看一下 來 沒想很多啊 從十一月二號台股大漲開始 融資餘額增加不到110億 很少耶 很少 漲了一千點才不到110億 對漲了一千多點 也就是說散戶還在心怕怕 散戶真的還好啦 散戶真的還好 是因為我們最近節目做得還不錯 點運率有回來 好不然一般 一般其實散戶其實看其他很多產業節目 我發現點運率 其實最近都沒有增加很多 點運率回來的話 那代表說 他們還在觀望 還在看還在看 點運率還沒回來 是我們點運率不錯喔 可是大部分其實我看很多節目 點運率還沒有回來 對 還在看嘛 看成這樣就知道了 不要說看點運率 其實點運率蠻準的 對 我自己有做過一些調查 點運率突然高的時候就危險了 所以量能還沒有大增的情況之下 就代表散戶還沒回來 散戶還沒回來 就還有行情 大家就不用擔心 今天喔 你看喔 快18000了 才3200億 這個算量少了吧 這個算量少 而且外資還沒有全部回來 是啊 對 因為其實年初的時候我們講說 今年有可能是外資大回補年 是 整個散戶年都是如此喔 可是從7月開始呢 7、8、94個月外資賣了5000億 那到11月到現在為止 外資也才回來2300億 我們直接看 老師你準備單三字卡 好來我們直接看 好 大資金潮來襲了 對 好 任作回補喔 11月狂買了2320億 那現在總共大概累積買超呢 累積買超那是872億元 今年累積買超872億 對又變買超囉 老師聽說還會買更多回來 因為其實前三年 外資也在提款 買了2.2兆啊 前三年2.2兆啊 對啊 2.2兆這邊再回來 我不要說全部回來 872億 塞牙縫而已啊 是啊 人家賣了2.2兆 等於22000億耶 我們現在來猜 賣了22000億 現在回補個872億 而且老師今年一度有買過7-4000億 你知道嗎 是 所以我回補多 我先把今年最多買超的回補過來 要4000億 上萬八不難吧 不難啊 欸 這很恐怖欸 今天台灣股市 外資才買800多億 870 2億 結果台灣股市快18000 是 那今天如果再買個3000億 我再買到今年就這樣 最多4000多億的時候 漲個2000點都不為過 2000點都不為過 對不為過 是真的很誇張 好那特別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月呢 明天是最後一天嘛 其實是有機會挑戰歷史的這個買超 單月的高點喔 前 我們講之前的歷史紀錄呢 是2005年的12月 單月買超是2387億 現在只差67億 明天再買個68億 就超車了 又創紀錄了喔 好那外資在11月呢 集中加碼在所謂的半導體IC設計 以及呢相關的這個金控股的部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列表喔 幫大家統計了 過去5個交易日 外資買超的前12名 好 又以下這些 開發金 中信金啊 還有中鋼 對傳產嘛 宏基華泰 今天也很強漲停板喔 南亞科元大金 約三金 好這邊大概幫大家列出來 都是外資買超的股票啊 是的 這邊買超的章數 外資買超股票 到底有沒有什麼股票值得注意 好吧我們等一下順便看一下 好 我們剛才大盤的部分 還沒有整個看這些數據 是 外資今天買超多少 98億 是的 自行商不願意賣了齁 老師所以這一波 你覺得外資還會買回來嗎 我覺得還會繼續買 還會繼續買超 還會繼續買超 好不好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新台幣 我們福利車都講台幣要升值的 大盤是長上去的 沒錯沒錯 老師這個是不是跟我們那時候 福利車老師你也好像有講過 跟去年一模一樣嗎 對 那時候去年12629我們看一下 也是10月嗎 放大喔 是的就在剛好 最低點 台股最低點就是這邊喔 10月份喔 然後 一樣扁到32.4的 32.3這邊啊 對這邊喔 開始 見到高點之後就快要往下走了 往下走是升值啊 老師 對往下走升值 然後你看那是不是跟現在一模一樣 然後老師你屁股那個 上腰遮住了 好 大盤跟台幣一模一樣 欸老師 台幣 大聲了是不是 對 我怕大家無聊 睡著了 台幣是一升值 台股長上去了 沒錯 那現在是不是很像 很像啊 這個行情還會漲不停喔 我覺得還會 去年12000大概漲到差不多 15000才休息啊 沒錯 而且我們純粹以台幣的這個 技術走勢來看的話 還有位階 才剛破底而已啊 還有位階 還有的跌啦 是沒錯吧 還可以升到28元嘛 是 所以有機會齁 這福利社我們獨家跟大家講 你看這走勢圖一看之後 哇 台股走勢跟台幣一模一樣 你不要看這樣還是相反的感覺 因為這 晚下是代表上去的感覺 上去的感覺好不好 但晚下是代表上去 升值的意思好 所以老師謝謝你 那我們來看一下 外資到底 因為台幣的升值 外資買什麼股票 好 那我們從剛剛那些表格當中 我挑選兩檔算是 比較穩健 未來也比較有機會做表態的 是 第一檔我們來看一下振興喔 振興呢 外資連續19天做一個買超 來我們下面把外資放出來 有沒有看到 哇這個 買盤又急又猛 其實通常我們從這樣子的走勢 再搭配它的這個持股 就可以大概知道說 這一波漲上去 就是外資給它拉上去的啦 好那現在呢 因為這個原物料的上漲 所以呢 漲價的效益有機會 在11月12月的營收當中去做反應 股價還是有機會 持續來做一個衝高 那下一檔 我們來看一下金融股 好 元大金的部分喔 因為其實最近 經歷了大概八九十月 台股成交量有稍微低迷一點點 可是進入到這個月份 台股急漲之後呢 其實量能有回來 我預計啊 下個月成交量可能還會再更提升 那我們知道說元大金呢 它是目前證券業的龍頭 經濟的龍頭 那其實它的整個獲利的主體 也是以這個證券為主 那近期量能提升 它是有機會帶動獲利 繼續做一個上揚的 那它前三季 目前已經來到1.92元的EPS 它是有機會創下歷史的次高 外資持續的買超股價 也就是在創新高 那如果說以長線投資的角度來講的話 元大金也是目前少數 仍然有配股加配息的一家金控 所以我覺得說真的可以考慮 配股加配息 而且它股票一好 它是以證券業為主體嘛 是 老師那個我可不可以 隨便來一檔股票金融股 我先問燕麗姐 因為燕麗姐是金融股的專家 燕麗姐 我要問一下 新高金這邊底部跟大盤一樣 可是與其說跟大盤一樣 我可不可以說是跟 這個 國債殖利率 美國公債殖利率 有關係 因為它很多之前的損失 是因為公債的平價損失 那個下滑嘛 大跌嘛 你有沒有老師有沒有看到 11月1號那時候 美國公債 美國公債殖利率 開始從5下來的時候 開始慢慢的有底部了 老師 是不是跟這些有關係 您怎麼看法 大有關係 因為不管是新光金或者是其他像是國泰金 然後富邦金等等 其實他們都持有很多的股票跟債券 對 那所以呢 之前呢 在去年跟前年其實債券價格大跌的時候 當然對這些 以受險為主的金融公司 他們買了很多債券 當然就是有比較多的一個損失 平價損失 對平價損失 可是現在呢 因為10年期美債殖利率之前一度突破5% 對 現在回到4點多%了 所以其實 再加上疫情的影響的 這個變數已經是結束了 所以其實明年金控公司的配息鐵定比今年好 這也就是為什麼外資這陣子會回補金融股的關係 所以我看美國公債殖利率不只可以看代表的是說 我看FED的一個趨勢 也可以看出來金融股的一個未來走勢 公債殖利率 對如果要我挑的話我會認為 還是要壓電子股 金融股就配一些啦 因為未來漲幅比較大的還是電子股 電子股好不好 因為其實電子股去年還蠻慘的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外資看好的股票 振興跟元大金 是 希望元大金的股價能振興起來 振興好 好不好 振興股市 振興股市 來我們看育凱老師的LINE 小老鼠WIN16888 他本來是168啦 因為體重的關係加兩個88 88公斤啦 因為體重的關係多了好幾個8吧 對 你看大家就記起來了 是好 記起來了嘛 感謝我一下 等一下記得也要幫我講一下 好 沒問題 一定插嘴 一定插嘴 育凱老師學金力也很豐富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熱門我最貼 恒大跟韋興 好第一檔我們來看一下 口罩股的恒大 那確實在這個我們講 對岸的淚流感疫情爆發之後呢 哇這個很多的相關生計股 長得都很強 可是其實當中最強的 還是在於這個口罩概念股 我必須跟大家講 其實這一次的 我們講這個腺病毒也好啊 或者說另外一個那個叫什麼 梅將菌 梅將菌 因為我本人都得過 其實他說嚴重也沒有到這麼嚴重 你得過梅將菌 我都沒上去啊 上次一直咳嗽就是那一個啊 對啊 我得過梅將菌啊 你得過梅將菌這個病毒 簡稱梅毒 是嗎 不是也不好笑 不好意思 哎呀 好啦梅將菌怎麼感覺 梅將菌就是會酒咳 就是咳嗽不容易好 對 但其實說實在話 你得過不一樣像百日咳那麼嚴重啊 對 你得過你沒跟我們講 你得過你還靠近我 有啊 靠近你就在今晚 靠近我對這次吧 靠近你就在今晚 感受彼此心中溫暖 OKOK OK好來 好那所以說梅將菌跟腺病毒 兩者都不是這麼嚴重 雖然說他沒有特效藥 那現在我們做的就是這個症狀的壓制嘛 你咳就給你咳嗽 只咳藥水 你發燒就給你退燒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其實時間到了都會好 老師聽證講我口罩 那我就也不需要 不用戴啦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那種陳藥骨啊 再長個一兩天就開始消轟啊 可口罩我還是需要 口罩還是需要 因為我得了不舒服 我還是不想得病啊 是啊 我還是不想靠近你啊 你是病人我就不想靠近你 你剛才說你想靠近我啊 我不想 不想 不想 你唱完了 所以口罩還是需要 藥不一定需要啦 等了就算了 反正那個就是自然一個過程 對自然讓它好 感冒就感冒 你不一定有些人想吃藥 有些人不一定想吃藥 像我就不會想吃藥 我可能吃維他命西藥 可是在沒有得之前 你會覺得咳了還是不舒服 所以有些人會戴口罩 去醫院去病所 去診所還是會戴個口罩 你這樣有沒有做 或者你有 你化妝也會 你化妝像他今天素顏啊 我說叫他脫口罩 他實在是 脫口罩好像脫哪邊一樣 很誇張 趕口罩這樣子 脫口罩 脫好像脫最羞恥的地方 真的很誇張 所以口罩還是需要 要 而且其實以恆大來講 他股價也低迷一陣子 他其實在疫情之前 他的平均營收 每個月營收大概都有七八千萬 甚至到一億 那當然疫情爆發之後 就2020年疫情爆發之後呢 他可以到四億多 可是在去年開始 他又掉到三四千萬左右 因為大家都存太多口罩了 對 對 存太多 所以說去年開始營收就不好 可是這一波的這個 淚流感爆發之後 其實是有機會讓他的營收 再大幅度回溫 至少最差回到疫情前 七八千萬嘛 看不到機會去庫轉化 你看什麼華碩什麼手機 去庫轉化 像股價就很強 是的 所以很大是有機會囉 所以四坑還是有機會 有機會 直接追嗎 我覺得可以追耶 這麼猛 這種股票就是 是福利社這樣福粉會怕耶 我覺得第一個 那如果追的話怎麼辦 我們要沿什麼線 我們看無日線嗎 你們都要走 對 這種短線擊掌的股票 就是要抓無日線 很遠耶 無日線還是很遠耶 七塊 可是沒辦法 因為他是連續漲停一直飆上去的 那我覺得說大家如果擔心的話 就不要用太大的資金部位去進場 小賭儀信 對 小賭儀請 小賭儀請 好老師我們來告訴 謝老師告訴我們 還是有告訴我們風險 我們來看現在的股票 好 維新 其實每次講到維新的時候 確定喔你恆大這個不是維新之論 不是不是不是 好 被拆穿 每次講到維新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同一級的來賓 就會有人講到他的好朋友季家 上一次是鍾昆真 這一次是G哥 但是我們是凱基證券組合 所以我是不會刀他的 所以你在凱基證券組合 凱基啊 凱基 凱基 凱基證券 對 我們是一個team 你是順便幫他們打廣告嗎 那我可以收業配 對啊 真的又沒收業配不要這樣好不好 沒收業配的錢 不要打廣告嘛 那其實以維新來講 雖然說 我跟你講你比較喜歡凱燕不是嗎 開車 凱燕 對 對 我們又是另外一個team 對 不錯耶 好 來凱燕老師 好 那維新來講說 他現在是跟技嘉 走了一個比較不同的方向 技嘉他是走 往AI那個方面發展 維新還是主攻在奠近 可是呢其實兩檔同質性 而且我們講這個 股價常常以往是一步一趨的這個股票呢 我們如果從那個 他們的獲利表現來看的話 我就會認為說 維新現在還有空間 因為其實 維新今年前三季的表現 目前是EPS得到8.04元 那技嘉呢 前三季5.34元 其實明顯的是碾壓過去了 而且呢不論在毛利率 營益率的部分呢全勝 那目前兩檔股票 竟然還存在了60元的價差 我認為這個反而就是維新的機會 大家可以來做一些留意 好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維新的股票 希望不是維新之論 不是喔 他維新講已經一陣子了 總算噴出去了 那時候一直講維新比技嘉好 然後那個EPS的本益比也不差 就是我印象很昇然深刻 就維新的縣型 真的噴出第一個 不能拉遠一點 總算有沒有 打到對還滿漂亮 就技術現行 我覺得這個可以80分 87分 不能再多 好 比你的體重稍微少一點點 少一點點 少了一點而已 謝謝 他只有88嗎 相信人請底下留言 有什麼言啦 我覺得應該 聽清楚啊 相信人請在底下留言 相信相信 他說有什麼言啦 你看自己都不相信了 你多久沒蹭了 他自己有什麼言啊 你看他很激動 我自己都不信了 有什麼留言的 不用留言了 來看下一段 技嘉跟M31 老師 凱基二人組好像真的 剛剛幫我把那個技嘉都講完了 好像就不如微信買 對啊 就現行 我覺得 好啦 那我講一下技嘉的部分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是舊AI股嘛 那舊AI股大家都看到那個偽創 買了偽創就身心受創 我想現在應該沒有人敢買技嘉 買技嘉 那個 回去沒有家 對啊 對啊 所以我認為現在散戶聽到 廣達 技嘉 偽創 聽到就很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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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想講台語 你想講台語 你想講話 你講話 國家人講什麼台語 這樣出來就覺得好像很不認真 馬上收回 你說啊 你說啊 說不出來 不要說啦 不要說 好不要說 好技嘉其實啊 就像剛剛講的 他其實是板卡 他現在都往AI那一塊去走 但是年底還是電競的旺季 因為年底寒假嘛 很多人都要打電動 打電動就要增添什麼 電競相關的一些設備 所以像 像那個 美國部分最近不是有感恩節 購物節 他們最重要 最銷售最旺的就是電競相關的產品 所以我覺得 他除了AI之外 他其實也有電競 那你會發現他10月營收啊 167億啊 也是再創歷史的新高 所以我認為他的營收獲利都非常好 他股價不應該長這樣的 如果你把時間拉長 你看這根本就是死人墓嘛 對不對 跌跌那麼深 最近才拉起來 什麼叫死人墓啊 對啊 就是活死人墓啊 你今天不要連那個台語講不清楚 然後連國語都很難打字 我想到港片那個 那個什麼 小龍女活死人墓啊 活死人墓 對對對 好 對不起冷了 好 我們繼續下去 死掉的人 等木頭 就是要死不活 在福在城 在這附近有沒有 等木頭 對啊 好所以 我們再看一下KD指標好了 產能一個 身為一個客家人 國語講不清楚 台語也不行 這樣廣東話 KD指標的部分 其實今天已經出現了 在買進的訊號 我之前有教過大家KDD 就是K弟弟 K弟弟怎麼用 KD指標很低的時候 出現黃金交叉 講D數倒是蠻順的 K弟弟 然後凱哥 凱哥就做動作 你需要K一下 K弟弟 你還要找嗎 你還要找嗎 不用找 你要需要嗎 我可以幫忙 你姐姐已經不想要接你的話了 沒有沒有沒有 好 那我講完 就快了 好 KD指標已經出現黃金交叉 那你發現這個黃金交叉的 股價的低點 有沒有比前波的低點更低 沒有 沒有 KD已經很低了 沒有比前波低點更低 那就是底部不斷向上墊高 然後K弟弟好記吧 好記 我以後你就叫東方不敗 必烈神功 必先至高 請先K弟弟 好 那所以呢 你怕底部不斷向上墊高 就是一個向上的趨勢 所以我認為 這幾天它已經底部了 已經跌無可跌 我覺得 投資技嘉相對來講 風險是蠻低的 對 東方不敗更念股 對 那另外一檔也是AI相關股票 那就是N31 那其實我講了好久了 上禮拜也有講 那講到N31 哲哲就已經講說你的腰圍31 31 M號 M號31都記住了吧 是不是 我上星期都跟大家講 它是吸制財相關的股票 上去就是你的啊 對 然後呢 它因為現在Meta 微軟現在 揮答太夯了 它的那個AI晶片這麼貴 所以像 微軟啊 Meta啊還有 亞馬遜 它們都自製晶片 那自製晶片要找誰代工 台積電 台積電先進製程嘛 那N31它的吸制財就是台積電的主要供應商 那所以我覺得它絕對受惠 上星期我跟大家講說 6月 不是6月 11月28號 11月28號 它是解禁日 我認為它解禁之後會成為千金的機率非常高 所以今天就成為千金了 新一檔的千金 那今天成為千金之後呢 就難買早知道 是不是要這樣講 是 前進成為早知道 早知道就先買 今天成為千金之後 我覺得只要站穩千金 它幾乎就是不會跌破了 那後續來講 就有機會持續的向上墊高 至少我覺得有機會挑戰個12001300 之前幾分鐘儲資 幾分鐘交易資 很可怕 20分鐘 所以都沒有量吧 20分鐘 而且還要預收券款 很可怕 要先收錢耶 你想換股還沒辦法 你就是要拿現金出來 大戶這個量 怎麼樣之前縮起來 現在量一放大 就把它拱上去 看起來就是明顯要把它拉上去 拉上去了 看這跡象蠻明顯的 所以我們高價股低價股 都告訴大家 那很衝的股票 又告訴大家風險 可是獲利的點位在哪邊 機率在哪邊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股價 來 聯勇跟智元 玉琳姐 好我來分享一下基本面 這個聯勇呢 事實上他10月 下旬10月底的時候 我召開法術會 那當然法術會的內容 就講得比較保守 說第四季呢 不好 巴巴巴巴巴的 確實我們看到 開完法術會之後 有跌一小段 可是重點在於 其實呢 他在法術會裡頭 對於明年的展望 看的是比較樂觀的 他說車油的部分呢 也成長 然後其他的 事業體的部分 也都成長 所以我覺得 比較特別的是呢 從11月開始 外資幾乎天天買超 那所以其實我想 在這個外資資金 我們剛剛前面有講 就是外資資金會 陸續歸對的情況之下 第一個就是呢 這個聯勇這部分呢 在外資的力量去觸擁之下 我覺得後市還是看好的 那第二個就是 大家不要忘記喔 聯勇他其實有另外一個題材 就是 他是高配期的概念股 那有很多的高股息ETF 比如說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 00929等等 聯勇都是重要的成分股 所以其實當 台灣的散戶 我們很多人在買這個ETF 特別是高股息ETF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默默的支撐了這些 高股息ETF的相關概念股 比如說聯勇 然後我再跟大家 補充一個數字很有意思 今年新發行的ETF 還有加上這個主動的基金 大概有13檔 預估明年力量更大 所以呢 明年台股新注入的資金 大概有3000到6000億左右 還有是那個機會 3000到6000億 一個00929就那個 1000多億了 1000多億了 我要問最近八卦 現在是不是現在 現在募集的基金 比較難申請 那個月配制 應該是說 最主要還是 收益平準金這個制度 一直都還沒有定案 所以其實那時候 金管會之後出來呼籲大家 就是你們要把收益平準金 大概你配齊多少 是來自平準金 這個比例你要揭露 可是本來之前業界是 甚至投資人是希望說 能夠有一個最高比例的限制 可是這件事情 一直到最後沒有派板定案 因為其實每一檔ETF 設計邏輯不一樣 很難排斷 對你要有一個標準規則 我覺得其實對業者來說 也很難去follow 那現在變成主管機關 好像也不太鼓勵 越來越配的ETF 應該是說 畢竟也選舉了 我覺得現在主管機關 不會有太多的限制跟法規 那也許等明年再看 但至少 主管機關對於台股 是樂見其成他持續長的 對啊 我覺得主委 金管會主委 以前 黃天木主委以前 對股票講得比較保守 最近這幾個月 講得比較積極一點 其實我覺得他是這一波 除了哲哲跟另外兩個老師之外 最準的分析師 因為他告訴大家 台股沒有破底 明明就破了一萬六對不對 後來發現 其實那個就是底 對 不敢單 不敢單 那個我們主管機關 當然說得好 不能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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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棒了 我叫 你知道我叫賊賊 賊賊不是賊賊的意思 你知道嗎 是俊傑 林俊傑 事實務者為俊傑 是俊傑 主管機關說得好 好OK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是蓮永 謝謝你告訴我們 這00929 現在有怎樣 009291千億 我來個3% 就30億 你現在就買多少萬張了 對不對 就買至少差不多快1萬張啦 這是當然 蓮永這種股價 這麼牛皮有人在買 當然拱上去嘛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個股票 哇 蓮永遠 老師 還有今天剛好創新高的 投資法人也喜歡買的 資源 其實呢 資源也蠻容易理解的 主要是因為他現在跟聯電 一起去攜手去 退出新的IP的技術 那大家知道其實IP這種毛利率 大概是將近百分之百的一個情況 所以對於資源 明年的毛利率 然後EPS 都有機會往上升 那當然就是說 主要還是因為呢 資源他算是一個 不是股本那麼大的一個公司 那投信呢 蠻喜歡這張股票的 那所以預估 極有可能是 明後年應該是 明後年有機會挑戰一個股本以上 所以呢 當然就是說有人認為說 現在的股價漲到這個價位 今天收盤價380 那大家可以去想像一下就是說 其實現在台股的IP概念股 動輒就是50倍 這不是我講的 我大家去算一下 動輒50倍以上的本益比 所以其實他後面還有一些想像空間啦 所以我覺得這張股票的操作邏輯就是 我們去看一下法人的動態 然後可以去思考一下 他後面是不是還有肉可以吃 那特別是資源也提到了 手上這個新的IP的技術 已經有五大客戶啦 有一些新的訂單啊 所以我覺得對法人來說 對投信來說 他們是蠻肯定這個題材的 資源我常常觀察他 哇那股價之前很牛皮 可是他每次一噴出去 就是一大坡啦 就一大坡 你看 好這一大坡 從這裡都整理啊你看 16的這邊 拉遠一點點 就看這一段就好 剛才那邊其實今年 從3月6月 我看到對不對 人們罷勾變400塊 那這一波好像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波從7月開始整理 一直整理整理 這邊左邊遮住 從這邊頸線 整理了本來369元 這邊就有壓力 今天整個突破 所以老師你覺得他真的是屬於那種 一突破就一大坡的 標股類型是不是 對而且他是聯電集團的 相關概念股嘛 那每一年的年底 其實大概有幾個集團 股價都會蠻火的 聯電集團 華興立華集團 華興集團 對 所以華興科也不錯 威盛集團 根本不用講的 真的每年年底做 都送錢給大家 所以福利是要記得看 好不好 你不然記得沒關係 冬暖夏年 不是 冬天夏天什麼題材概念股 我都會告訴你 好不好 是 暑假可能 到時候冬天要來的 寒假三季題材 好不好 是不是 然後有時候出國旅遊題材 我們通通告訴你 吃完了通通通告訴你們 最專業的福利生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股市甜甜圈 膠田股幫你圈 是 獨家0050 就是換這些股 哇 我們昨天來跟葉莉潔討論 他說 你們真的很敢做 做這種東西其實 壓力很大 對啊 不適合我 畢竟我也不是 架槓的分析師 對 架槓的在這邊 老師不要這樣說 我們這個是有點閱率 才有大聲 跟你們比我們 我們先變小聲了 好不好 是 不是 因為葉莉潔有講過 換這個老師 今天有把握嗎 你要換這些股 因為禮拜五就要公佈嘛 對 對沒錯 那其實剛剛葉莉有講的就是 集團作帳 資源嘛 那除了集團作帳 我覺得年底真的太熱鬧了 不投資真的是浪費 還有0050你要換股 MCI 幣展定律 0050就投信 投信也要作帳一下 所以我覺得 投信跟集團 大家都可以留意 現在呢 現在0050要換股 有些股票還有 這是這種被動式的 所以 那個投信也不得不買 對 兩個不太一樣 那現在呢 你會發現0050 新增跟太幻 可能的名單 我們就獨家 就幫大家猜出來 哦 因為台灣我只是看市值嘛 對不對 對沒錯 那新增可能 好可能的名單就是 市新跟創意嘛 為什麼 市新跟創意 市值一直在往上 古王 新增古王是誰 市新啊 那所以 在台股持續 向上漲的過程當中 古王是市新啊 古王 古王市新沒有錯啊 古王市新 我是好奇啊 那如果再增加這個名單 那增進去 那不就是更多買盤嗎 對啊沒錯啊 可是老師 有沒有可能也是一個反轉點 因為我之前看過 新增以後 0050或0056 有沒有 那時候那個長榮就這樣子啊 長榮陽明萬海 因為長榮陽明萬好 我覺得他們那個運價上漲是屬於 那個疫情 疫情特殊 短期間的 但是AI我覺得 AI說真的 明年 像最近有那個金融展 金融展你會發現很多金融公司 現在在展什麼 他們在展的就是 AI相關的應用啊 什麼AI助理啊 什麼分析啊 他們全部都在導入了 所以我覺得 AI的應用是來真的 尤其是 大家有沒有打過那個 信用卡客服 很多人就說 你這張信用卡不要 你就給它剪掉就好 打電話過去 問題就是打不通啊 每次打過去 你叫 你的身分證至少是幾號 一又三 然後打進去完 事情按一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煩 沒有 我真的覺得超煩 我真的非常希望那些客服 直接變成AI 這樣子的話 就直接打過去 就直接客服啦 有啦 有人說AI最先取代有兩類人 第一個是翻譯 其實你像Google 現在用語音講話又有準 你注意看喔 其實會真的 所以以後真的翻譯很危險 第二個 就是說客服人員 因為他AI可能知道 你可能在罵髒話的時候 就趕快把你進入一個真人的系統 或者說 語音來去 因為你翻譯都可以翻譯你的話 那客服沒有理由 客服AI 沒有理由不行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客服真的是可以換成AI 這樣打電話過去 大家不用在那邊按電話 1 2 3 就每次一直按9 一直按9 然後結果他還會給你弄錯 你知道嗎 他故意不讓你用9 是那個客服 所以老師這些股票有機會掌 我們趕快看股價重點 來3661的四星 四星 剩這邊四星 對四星股王的部分最近在修行 你看大漲過後其實修正 其實還是在0.382 黃金比例切割的一個範圍裡頭 因為正常來講啊 如果按照黃金比例切割的話 大漲過之後 如果你要說他反轉 他下跌的幅度會超過0.382 目前來講 他跌到大概月線 就快要跌不下去了 而且KD指標也慢慢出現了黃金交叉 這一段修正呢 你會發現量能沒有出來 所以這叫做 架跌量縮就是一個修正格局 那現在呢 很多那個美國的科技廠商啊 都要自己製作自己的晶片 AI晶片 所以就帶這種 ASIC 就像剛剛的智原一樣 相關來講就會帶動這些公司 營收獲利持續的向上 我們可以看到他10月營收 年增130%是再創今年的次高 也就是說他的 他的那個營收完全沒有衰退 一直維持在相對的高點 現在又有機會 就是入選0050的最新成分股 通常來講一公佈 就有機會資金就帶動進去 就帶動他股價 就繼續向上漲 等一下我們用MACI會跟大家講 在公佈之前如果你先進場的話 勝率是100%耶 就更好 對啊 所以如果你在公佈之前先進場 現在進場也比較好 對啊 公佈前進場不是比較好嗎 賭一把就是唯一的錯誤的風險是 我們福利車猜錯了 好 如果你也認同會猜對的話 就可以在 就是公佈之前 這不投資要賭一把 只是有勝率賭一把 因為我們了解規則 我們整個原團隊有了解規則 好不好 361的世新 所以我覺得世新來講 3878我們福利車全中啊 統一世界嘛 然後 統一世界咧 聯電 聯電要統一世界了 聯電 不是台積電喔 人笑話 聯電統一世界 結果你看我們講了以後很多 其他財經節目開始講 剛才講了變世界的先進來最高漲了 所以你說講的時候 公佈前先大膽讀一下 先猜測有沒有 如果預測有入選的話 那這個到時候轉翻了 361的世新 然後老師那我們順便來看那份 黨股票加入的 剛才有沒有剛才那一頁 創意啊 創意也有增加 創意也有增加 那我快速看你講個幾十秒就可以了 老師 算你怎麼看 所以創意我現在也可以賭囉 創意的話 我覺得它走勢稍微比較疲弱一點點 因為這一波大漲之後 你會發現它一路下跌到今天 它還是在月線之下 我覺得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就是真的確實公佈了 它如果能站上月線 我覺得在進場也還來得及 在進場也來得及 對 那投資料如果你覺得我們猜得 可能有點準的話 老師 這個投 創意跟世新 覺得我們有道理的話 市值也增加到2100以上 應該有墊入台灣50 對另外我補充一下 因為這兩檔股價比較高 我再講一下 如果你想買資金不要 不想投那麼多 可以用零股交易 零股交易就是一股一股買 其實是一樣的 現在零股交易是很方便的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才1000多塊而已嘛 對不對 或2000塊而已 就不要覺得高價股 就是遙不可及 然後都永遠沒有辦法買 封泰跟張寅好不好 封泰跟張寅就是 可能被泰除了 因為市值比較少嘛 你看1700 那張寅的話 我就想到台那個 台興 台興嘛 至少我可以賭吧 封泰應該是會被踢出 那被踢出不代表一定跌喔 我有做過研究 被增加 增加錢喔 有時候就是說 公布錢如果你壓寶 這檔股票會加入的話 會加入這個指數的話 那有機會 被踢出有時候不一定喔 好不好 可是封泰 可是會被賣掉 是有機會 被賣掉不一定跌啦 可是 對 可是 我不建議這邊做空啦 可是封泰至少會被踢除 你注意一下 我覺得如果說太除的話 他如果不跌 反而就是利空不跌 是 大家可以用這個 這個想法去想啦 好不好 就是也不要那麼緊張說 剃除就趕快把自己 全部砍掉 9910是一定會被踢除的啦 好不好 因為1700億而已嘛 好不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9910的走勢圖 是要等於說 這邊如果到時候 賣掉以後 沒有下去 應該說如果他確定生效要剃除的話 如果都沒有跌下去 也許是利空不跌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也許這就是底部了 好 謝謝老師我們來快速看一下 另外一個秘密 百分之百秘密福利政策都講的 MACI怎樣老師 勝率百分之一百 真的有點太誇張了 老師這個我們要改個字 中小型的一個指數啦 中小型成分股 MACI中小型成分股 季度調整 你會發現從公佈之後到生效 最高漲幅你看 巨大 最高漲幅15.9% 定影 最高漲幅15.93% 都漲啊 都漲全漲 你看從定影 沒檔子落物 愛三菱 系統 碩天 銀邦旺西到北基 全部都漲 勝率100% 銀邦本來還是負的 今天來變成漲的 所以銀邦今天漲停板 就是MACI效應 我可以這樣講嗎 明天要MACI生效了嗎 是不是你看 當然 期間漲幅到目前為止 跌的 有沒有可能明天旺西跟北基 拉起來也有可能啊 有可能明天就拉起來 至少都有時間點讓你走啦 對沒錯 所以你看一下 我們這樣子就整理出來 哇 這度調整就全賺勝率100% 最高漲幅嘛 期間一定有讓你賺錢的價差可以走 對沒錯 如果公布的時候 公布日跟到生肖日之間 期間最高漲幅 百分之百 都有機會上漲 全部收 這是運氣好吧 我們繼續看下去 之前 一記一記的給他看下去 八月 八月的部分 那漲更多喔你看 秦成最高漲幅29%喔 那時候是標股欸 所以他八月的時候 原來是因為MACI 列入中小喔 中小型成分股喔 對阿沒錯 就這樣漲起來 華新光28% 雅翔25% 廣運24% 超多航太也23% 這全部都上漲 放到最後也有漲十幾% 好 放到最後都漲十幾% 你看一檔檔全數都漲育太 一路這樣子漲到連中 中債保都漲起來了 我知道這福利社獨家的預告 那個MACI的那個效應 百分之百會漲 最高點或者是放到最後都賺錢 所以你公布之前買進 哇我就是上班 是你可以預測成功 或者是公布第一天 還沒有漲很多的時候也可以 對啊 所以我們剛才跟大家講說 可以先卡位 好 老師那這些股票 這今年看起來都對啦 年同二月 那個 年同二月份也是一樣 可是老師那今年的一個 11月份就是明天 要MACI新增成分股 你最看好哪一檔股票 老師來看一下 銀幫是不是 銀幫我覺得銀幫的話 就跟剛剛講的一樣 AI還是需求非常大 它是AI的什麼東西 AI的那個機殼廠 那結果發現它機殼廠 你就覺得它只是做機殼 但是它的營收真的有出來啊 你看一下它的10月份營收 是101.6億是創今年的次高 也就是說它營收完全沒有改變 但是最近呢 因為大家對AI好像沒有太有信息 所以籌碼在整理 最近來講 它的股價就在這邊一路晃晃晃晃 大家覺得沒有信息的時候 就出來蹦蹦兩根 就長起來直接突破了這一根 那個月線 而且突破了月線之後 我覺得這個整個氣勢就回來了 而且KD指標 而且算收盤價新高 收盤價是最高的喔 對沒錯 KD指標也出現了黃金交叉 這邊的低點呢 看到也比前波的低點更高 如果你再往前花一定比較高的啊對不對 所以呢低點越墊越高 這就是一個上升趨勢的走勢 我覺得銀幫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好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想法 哇學到 哇 0050 哇新增成分股 你有沒有學到 我們這個要複習 看明天有沒有對喔 對 要攻擊我們喔 好不好 新增藍藍藍藍股票 我們來看一下 世新跟創意 世新跟創意 記起來了齁 所以明天MCI那個中小型成分股 要生效了 生效囉 MCI明天尾盤會甩尾 禮拜五會公布 到底0050跟0056 這些高股息成分股 跟0050 台灣50成分股 有沒有改變呢 有沒有值得拭目以待 所以我們福利社你們覺得好專業 好精彩 如果覺得我們節目很專業的話 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到時候晚間八點上線 一三五解盤影片 二四教學影片 最喜歡此況 謝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年財富free free free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開生業我都親自降臨了是不是 一台老師唱歌 然後歌神神 邀細語 買著套 教育之前要考慮自己 走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無壓 二月一周 瘋狂股股 想先套 開始搶 打 好 哇 你的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殺死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不然也會好 不然也會好 怎麼打呼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低的經驗真的痛 黑洋季律 常隔去是貓一種 我還能看多看空 春夏秋冬 都有兩邊 在你左右 壞就奔 壞就套 挑一隻錢 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底線告訴你 最最高 沙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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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 謝瓜林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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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